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最新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大选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布隆伯格现在正式退出了竞选 布隆伯格是彭博社的创始人 他的英文叫 他的名字也是彭博社的名字 他曾经担任过纽约的市长 他在这次选举中是姗姗来迟的 他等了很长时间才宣布竞选 人家都已经进行了好几轮的演讲选举 他才宣布要竞选总统 他被大家嘲笑的一个地方是 辩论中的表现非常差 另外一个就是他花的钱是最多的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了超过5亿美元 来竞选总统 最终他居然在美国的50个州 一个州都没有赢 他只赢得了一个地方 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 美属萨摩亚 花了5亿美元换得了24张票 美国媒体给他统计了 一张票花了1000多万 他的惨败退出 让我想到了怎么自媒体的大V石头记 在布隆伯格刚刚宣布竞选的时候 吹布隆伯格说 把他吹上天 而且说他是真正能够 跟川普总统对决的人物 石头记的这个判断错得离谱 当然了他经常打脸 我们要清楚一点 不是钱能够买选票的 不是你有钱你就能当选美国总统的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 我们在教科书上曾经看到 中国的教科书上说 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 是虚假的民主 因为美国参议员 个个都是身家百万的 都是百万富翁 所以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民意 中国的小孩都是这么被洗脑的 对不对 后来我们才发现 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你说美国参议员都是百万富翁 那么问你 中国的这个两会的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他们的身家有多少 曾经有人做过统计 我不知道他的统计准不准确 但是是超过几千亿人民币的 中国的两会 就是权贵阶层的聚会 但是实际上 真正掌权的还不是这个两会 还不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而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常委 就那么几十人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命脉 你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 你难道不是虚伪的民主吗 你说西方的选举是金钱的选举 你有选举吗 布隆伯花了5亿美元 才换来了24张 选举人的选票 其他的竞选者没有花这么多钱 但是他们的表现 他们获得的选票又远远高于布隆伯 其实我们稍微读读美国的历史 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史 选举史就知道 金钱不是万能的 虽然没有金钱万万不能 但是你即使没有金钱 你也可以去筹资 比如说桑德斯 2016年的大选和2020年大选 他表现都非常好 获得了非常多的选票 为什么 他都说了 他的经费 他的选举的经费 是老百姓 一块钱 十块钱 二十块钱捐出来的 这难道不是代表民意吗 所以说你是否能够竞选 议员也好 市长也好 州长也好 或者是总统也好 这跟你有没有钱 你有多少钱 并不是直接成正比的 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本事 能不能吸引到大家的关注度 和大家的选票 归根结底就是说 你讲的话 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符合民意 希拉里花的钱 要远远超过川普总统花的钱 但是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还是败选了 如果你说 华尔街主导了美国的政治 那为什么希拉里会败选呢 希拉里是最受到 这个华尔街的精英 好莱坞的名流 这些人的支持的 但是他还是竞选失败了 美国的民主不是完美的 但是它是全世界的民主的标杆 这一次 布隆本作为全美国最著名的亿万富豪 纽约市长最终还是失败了 而且是非常丢脸的这种惨败 其实这次民主党候选人里边 还有另外一个亿万富豪 叫汤姆斯戴尔 他也是在布隆贝尔之前 就已经退出选举了 民主党里边 唯一的两个亿万富豪 都已经失败了 而且都表现不佳 在美国的民主当中 只靠金钱是不能让你当选的 它只不过是竞选的无数工具之一而已 最后再多说一句 关于这次美国大选更详细的分析 包括布隆本是为什么败选 然后其他的候选人 谁会出现 他们的政策是什么 这些内容我会在直播里面讲到 直播是针对付费会员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会员 来支持我们这个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